老闆 这万六是什么价 这个16 这个16 看你的样子 长得那么帅是不是 你就不能实在点吗 很个实在价 一万一下谈吧 一万一下谈 有没有必须的你 你干嘛 不要捏手指 老闆一下谈 这个如果是过万的话 可能要把你这些都逃走才行 真的看不到 真的是挺粗的 纹粒也多 主要是小纹多 小纹小粒比较多 怎么样 给个实在价怎么样 实在价最低9千 3千 他太多了呀 你还有一个棉团 这里没法取是不是 只能取过头的部分了 过头的部分如果要这样取的话 那就是牌子很小了 这一个的话 其实挺适合做一些旅行题材的小件 3千 差了有点多了 差了有点多差多少 有这么多吗 差多少吗 你说嘛 最低的 7千 那就是4千吧 不行啊 就差不多了 我给不到太高了 那这样吧 我给你最高一个价格 看能不能卖10千 8 现在其实发挥空间是挺大的 不行 那你要多少吗 你说嘛 你这不行那不行了 那要怎么样才行嘛 卖 是不是成心卖的 成心谈就好好讲嘛 6千 6千 别说了 6千 行行行行行 让你让你 好 谢谢老板 料子我已经带回来了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它的细节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块料子 这一块料子呢 它是有一点纹裂的 而且它的棉有点重啊 我们还要避一下这里的一些白棉团 但是它的种水不错 总特别的老 而且带有一点的飘花 有意境感 冰透感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料子 适合了一位宝宝的 小童我最近失恋了 现在我才觉得我的爱 对它来说一分不止 我总觉得真心放真心 结果什么都换不到 暂时不想谈恋爱了 我想找一个如意挂件 祝自己未来顺心如意的吧 预算在6千以内的就可以了 没关系的小姐姐 这个不好 拜拜就拜拜嘛 下个更乖嘛对不对 括我们已经起好了 这个料子我们是5千拿回来的 现在我们就5千5出给这一位粉丝 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 这件如意挂件配合小姐姐 取名为顺心如意 总老又戏 犹犹甜甜的阳谈 淡淡的飘花 校舍如意 如意成祥 不是你的爱一文不值 是它配不上你 希望小姐姐未来的生活也是甜甜的 好好爱自己 顺心如意